天團 你們有沒有什麼時候 會覺得被問到一些問題 因為不開心 或是什麼情況之下 有沒有 最不喜歡就是去餐廳 然後一直被追問 請問您是一個人用餐嗎 就像有一次我去餐廳 然後店員就來 先生請問幾位 我說 不好意思 一位還是等一下會有朋友來 我們現在有雙人套餐 一共是699 然後四人套餐 我就覺得怎麼樣 怎麼樣 現在是一個人跟狗 是不得進入店裡是不是 我整個大翻白眼 到後面 我原本是想說 乾脆就不要吃 我有什麼好丟臉的 我照吃 然後我點兩人份 怎麼樣 我就會覺得 他就達到他的目的了 可是我不行 我就覺得 他好像一個人 好像對我是怎麼樣的感覺 我就覺得一個人吃飯很好 一個人想要幹嘛 一個人逛街 一個人看電影 都很好 對啊 其實真的 尤其是情人節的時候 對啊 我最好念的耶 像今年七夕情人節 我跟我女兒 還有一個朋友 就是 以前的製作人 從上海回來 來我家 然後我們就三個人去 想要吃西餐 可是情人節西餐廳 通通是只賣什麼 情人套餐 對啊 我可以點我平常要的嗎 這樣 好 我知道 你平常吃的那個 那我去問問看 還有沒有 我說 不齊全也沒關係 盡量臭就可以了 哇 太回去了吧 對啊 對啊 所以你情人節不要去吃 不要去西餐廳 免得讓自己不舒服 這是我的 可以分享 你不要故意在那天 你前一天後一天都可以吃 對… 何必讓自己在那邊被 被這樣的情境影響到 可是我覺得情人節 就是我們這種一個人的 單身的 就千萬不要出門 在哪邊都被 都移掉在踏面 很閃 吃飯啊 別單吃就好啦 不管是逛街 不管看電影 一樣都一個人 還是要出門啊 情人節 對 然後都是賞文 我今天 然後有些那種原本 可能在FB是單身狀態 然後在情人節那邊 就會蹦出一個男朋友 我不知道為什麼 那問題是 一般人就算了 你知道有一種人叫親友 親友團 就你好像不能不理他 對不對 有沒有親友團給你壓力 你應該最快 最多啦 男生 其實主要壓力就是來自於 身邊的朋友跟家裡 因為像我 我們家三兄弟嘛 那我是老大 我弟兩個都結婚 然後最小那個 在去年也生小孩了 所以變成回到家的時候 每次吃飯 最怕在餐廳上面 每次你父母 他不講話 他就看著你 這無言最討厭 然後你就 我就醃得叹息 就大家 就 慈禧彼落那個叹息聲 你就覺得 因為父母也知道 不是 我不是不想 我也很激起 但是就是 有耶 真的耶 那種壓力啊 就有人想說 你再不娶 將來爸爸的婦文上面 只有你這一欄就是孝子 沒有孝子 沒有孝 嫌孝孫 對不對 你空一格很難排版 對不對 對 要不然就是 我覺得 家裡的壓力之外 加起來就是朋友 因為現在 像以前是朋友 只要隨便一個電話 中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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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大家固定都會出來玩 當我在四五年前 我就發現到說 每次一到禮拜五 週末的時候 我就發現 怎麼可以出來玩的朋友 越來越少 然後打電話大家都說 沒有 可能有的要陪女朋友 有的要陪老婆 然後現在很多 其實都生小孩了 變成像以前 五 六一定都不在家 可是現在 不管為什麼 常常五 六都在家 而且 比一到五 一到四的時間更孤單 因為像我現在 住康哥家附近 像康哥 高山峰 都住我家附近 他們都有小孩 他們因為都有小孩 所以變成說 好 即使我們出來 以前我們是 比如說約九點鐘或十點鐘 天黑進去 我們一定是出來大分 就天亮了 可是現在不可能 現在就是大家出來 比如說 約個六點鐘吃飯 我們可能開始小喝一下 然後到了九點鐘 就已經開始看到 有人拿電話起來說 老婆不好意思 那個 因為我們這邊聊得真開心 但是再過一個小時 我就又回去了 從九點鐘 現在就開始 跟老婆在報備了 那邊是跟誰報備幹嘛 然後到十點鐘 他就說 又打電話說 老婆快了快了快了 真快了 然後到十一點鐘之後 你就發現到旁邊有人在那邊 十一點 以前十一點是 剛剛才要進夜店 開始嗨的時候 他們就 然後到十一點半 他們說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把單買一買要回去了 因為十二點鐘真的太晚了 小孩老婆都在家裡等 所以這個聚會 大概就通常到 不到十二點就全部結束了 這時候單身的超過大 真的要換朋友 對啊 能想換 但是真的不知道要換誰 你現在離那個 三軍總醫院那麼近 你可以先當義工嗎 你想要每次都要先 當什麼義工 急診室的義工 OK 好 小Call呢 我的朋友 以前的那些好朋友 也大部分都已經結婚 而且都有小孩了 陸陸續續 他們都有一兩歲的寶寶 所以我們一起出去的時候 他們都會開始聊小孩子的一些話題 然後這個時候呢 我就會覺得 我好像又被孤立了 因為我沒有辦法跟他們聊 有關於跟寶寶有關係的話題 因為我沒有經歷 所以我就覺得 哇 我怎麼又突然覺得 我好像跟你們出來 好像是兩個世界的人 對 就會覺得又很寂寞 妳有收過捧花嗎 也有收過 有一次呢 剛好就是 我去參加一個朋友的婚禮 然後他想說 我單身這麼久 他想說 我那天好興奮喔 大家都知道 我這麼單身那麼久 他們也都不跟我搶喔 結果那個捧花 就這樣子拋過來 我就一手接住 我好開心喔 結果我把那個捧花 當作是沈一樣在家裡供奉 沒多久 大概一個禮拜之後 我那個朋友呢 他的女朋友 就是他的那個老婆呢 就是 然後被他抓包 馬上就 就說 然後我想說 我接到這個捧花 然後你說 你們的婚禮取消 現在是怎麼一回事 是也太觸眉頭了吧 然後我還那麼高興 把這個捧花留在家裡 趕快丟到垃圾桶 所以我就覺得 我怎麼跟這些喜事都扯不上關係 妳就是真的接到捧花 就比較容易結婚嗎 好像沒有耶 我好多朋友結捧花 我接好幾次了 我接好幾次了對不對 真的沒有用 沒有 沒有 朋友都故意把捧花拋給我 然後我28歲那一年 幾乎每個月都在參加婚禮 然後禮禁包了十幾萬出去 然後他們都把捧花拋給我 然後又找我當伴娘什麼 伴娘大概 伴娘加花童大概就10次 妳當花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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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時候 妳當花童 然後嚇到她站起來 小時候 當我長大 長大以後是當伴娘 結果還不是一樣 我跟媽媽 連姻緣都沒有 那妳當超過了 不能超過三次 不能超過三次 而且妳那個捧花也不能放在家 因為花會枯萎 如果它枯萎之後 表示妳的桃花什麼都撕掉 但是那時候我都有給她水分耶 一樣啊 小CALL妳不要聽她們兩個講 我還幫她撒香水耶 沒有...我們就沒討論 那小甜甜呢 聽說妳看婚禮影片很會哭 因為我覺得 有的婚禮影片真的很感人 就是它剪輯的片段 是他們從認識然後過程 就是很催淚 可是我有一個原則就是 我一直不幫人家當那個 婚禮的主持人 就不管是朋友 或者是真的就是有錢的 我都不要 因為我知道我自己的怨戀很深 所以如果我去婚禮的話 我一定沒有幫妳講好話 所以我都說 所以我都說如果妳好朋友問我 就是要幫他們主持婚禮 我說如果妳可以接受我一上台 我就先祝妳們這對新人 好聚好善 然後呢 帶來一首無言的結局 最後幫妳請來的神秘嘉賓 5566合體唱 我難過 那我就會 妳們如果OK 那我就主持 但是他們後來都會覺得 因為我真的覺得 所以我覺得很重要 如果妳知道妳朋友單身很久了 怨戀很深 不是抱著一顆祝福的心 妳還是不要讓他插手妳 婚禮的就是瑣碎的事情 真的耶 以前很多人會找我做婚禮致詞 後來我自從講過說 真的要致詞講這個 美人且驚人婚禮致詞 讓來賓們全傻眼了 好有謝忻的美意 盡讓小清田有苦難掩 在現在這家里做婚禮致